哇 這個消息真的是 聽到實在是太開心了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影片應該已經知道了 好啦 不然你直接自己跟大家講 其實騎著車這麼久 就是大家都有一個 終極的一個地方 或者是目標想要去 就是終於在2023年 我加盟80勝利車隊 不好意思喔 這個直接是登上大聯盟等級的這個一級車隊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你在實際接收到這個消息 然後到真的 這個美夢成真到現在 有沒有什麼心境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今年 年初一直到夏天 都一直有在 做一些聯繫 那因為 Cycling Team Freeling也是80的 發展 他其實希望我在 這個車隊多一些磨練 然後 可以上到他們的 80車隊的這個平台 繼續發展 所以其實 一直都知道但是 在還沒有確定之前 我一直也是覺得 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因為你也知道 這種事情也不是說 很容易就可以發生 對所以 就是主要是騎車騎了這麼久 就是終於 跨出這一步 但是我覺得 就像我媽媽常常跟我說 她說如果有火箭讓你坐 你就先坐上去 再說 然後你的標準要定得跟天一樣高 你才有辦法往天靠近 對 這個東西我覺得一直都是 讓我覺得 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話 然後我覺得 當然這個 只是一個開始 那如果能夠讓 國際的 在國際的賽場上 讓更多人看到 就是台灣這個國家 不是只會做 車子 他也有很好的選手 這也是我從以前 騎車到現在的初衷 那也很感謝 梅達自行車就是 幫忙促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棒 但是我也希望 就是我自己能夠 再更拼命 有不設限這樣子 聽到這消息 真的是太開心了 超級恭喜 Sergio在明年開始 就即將有機會 在歐洲四旬一集賽場上 可以看到他的聲音 我們非常期待 在接下來可以在大比賽當中 可能電視上最常轉播 應該就是EURAL SPORT 可以看到你在一集賽事的戰場 拼戰的聲音 我們就先 給予超級多的鼓勵 期待未來 可以看到你在更多的賽事上 發光發熱 YES 恭喜Sergio